请用几秒钟时间记住图片的内容 刚才的画面里有几只动物呢? 答案是三只 你答对了吗? 答不对 这并不代表你患上认知障碍症 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这个病征提高警惕 认知障碍症可以简单分为几类 包括阿尔兹海默症 或血液障碍症 血管性认知障碍症等等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些细微症状 例如记忆力下降 容易发脾气等 这些都可能是认知障碍症的重要警号 早一不知道 可以及早透过药物舒缓病人的症状 或可以延缓病情 自动视网膜图像分析系统 用于评估认知障碍症的健康风险 整个检测过程 由拍摄至取得报告 只需约15分钟 计算脑内是否有年龄相关性白痴病变 脑白痴病变是反映脑小血管疾病的重要指标之一 虽然病情不可逆转 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可延缓退化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 例如维持健康饮食习惯 奉行低糖、低盐、高蛋白质、高维生素的饮食 闲暇时多做动脑筋的活动 以及有益身心的运动 当医疗科技日益发展 我们的寿命得以延长 我们也需要为长期照顾家中长者的护理费用而筹谋 及早安排 根据2017年医院管理局的资料 本岗65岁以上人士患上认知障碍症 占同年龄总人口比率估计为5%至8% 而80岁以上人士的患病比率 则估计为20%至30% 汇丰保险最近进行过一项调查 在2018年 香港社会的长者护理服务总成本高达388亿港元 而预计到2040年 这个数字更会达到1260亿元 另外 在2018年 香港有45000名在职成年人 为家庭成员提供长者护理服务 20年后 预计数字会达到89000人 当身边有亲人 不幸患上认知障碍症 作为家人 无论生活或经济上都有一定负担 照顾认知障碍症患者一点也不容易 家人需好好准备 多看些相关资料 学习照顾对方和沟通 想了解怎样有效地保障您的家人 减少家人财政负担 欢迎亲临汇丰分行 帐龙 宝责 不喝 不喝 感谢观看